转眼间暑假就接近尾声了 苗栗县大前医院职能治疗师 接获不少家长反应 小孩对开学医师焦虑紧张 对此医师建议 可以逐步减少学童使用3C 调整作息 家长们也要一同加入 和小孩相处互动的行列 效果会更好 开学日倒数不少医师 开始感受到家长孩童们的焦虑 现在小朋友也即将开学 然后家长都会担心说 小朋友没办法衔接学校生活 那确实很多小朋友 只要提到要开学的时候 情绪上都出现蛮大的反应 因为他们会说 一直在暑假 其实都待在家里 或是很常出去玩 那对于开学的作息 又是跟暑假又不一样 所以只要作息改变 家长都会担心小朋友 其实没办法承担得住 那个作息的变化 孩子对开学显得紧张 让不少家长头痛 针对这状况 职能治疗师也给予建议 其中不少学生暑假 接触3C的机会大增 首要减少3C的刺激 通常如果马上抽离3C产品 在小朋友身边的话 小朋友通常会 很常见就是会崩溃 然后可能会有一些行为问题 例如摔东西 或是出手会动手打人这部分 那我会建议家长可以抽离 但是尽量是慢慢的减少 他使用3C产品的时间 我会建议家长说 那你在减少他使用3C产品这期间呢 然后家长也是可以共同跟孩子一起游戏 因为现在双新家庭的关系 最缺乏的就是家长跟小朋友互动的时间 此外调整作息 衔接开学 另外也可以规划下一次的旅行 建立期望 最重要的是家长陪伴 各位建议家长说 我们可以开始先规划说 开学后的日常生活作息 像是说几点起床 那午饭的时间 午休的时间是几点 这都是固定的 然后在这中间呢 家长可以跟小朋友一起游戏 那我们就有游戏来去引导小朋友说 我们在学校的时候 应该是要怎么跟其他人互动 然后还有以及在课堂上的一些规则 或是说我们可以模拟日常生活中 在课堂上注意力的时间 家长孩童一同调整 将能够带来更好的效果 让上学成为期待快乐学习